是不是年紀大了 骨質疏鬆就是必然啊 根據中華民國骨質疏鬆醫學會指出 台灣人在亞洲裡面 骨質的機率是高達第一的喔 那人體的骨質在30歲的時候 會高達巔峰 之後每年會以0.5-1%的速率往下降 所以很多人到老年的時候 就開始骨質疏鬆了 這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那骨質疏鬆常見於誰呢 第一個最常見的是 是停經後婦女 第二個是長輩 就是年齡比較多的 第三個是有長期服用類固存的 因為這個藥物會使骨質疏鬆 那骨質會常見在哪裡呢 常見的位置是 手腕骨 脊椎骨 以及髖關節 這些地方骨質都非常的危險 那你如果要避免骨質疏鬆要怎麼辦呢 其實啊最重要就是兩個要點 飲食以及運動 飲食的話 你要多吃一些含維他命D 以及高鈣的食物 維他命D的話 你每天要服用2000IU以上 高鈣的食物則是有 黑芝麻 小魚乾 乳製品 牛奶 等等 那如果是運動的話 你每週要有進行規律的運動 特別是有衝擊力的運動 譬如說 跑步啊 爬山啊 或是重力訓練等等 這些對骨質的 成長都有一定的幫忙 切記啊 游泳是無法預防骨質疏鬆的喔 我是保育師 帶給你更多附健知識 如果你覺得我這支影片很棒的話 或是內容很實用的話 你記得幫我 點讚 訂閱 留言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得到通知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哩 我們下次見